中美貿易大戰 那是因為美國的經濟 民族主義 他是講一切都美國優先 所以他現在用經濟手段 想要去征服全世界 要每一個他的盟國 他的小弟兄 通過要盡他的 他的霸權 用經濟的手段伸出去了 那麼現在唯一能抗衡他的 就是什麼 就是中國 那麼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 歐盟就找他要結合 28個歐盟國家要找他結合 那我們也看了 日本跟韓國 也要跟他成立一個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域 自由貿易區域就是 我們所說的FTA FTA的能夠有效壓制 美國的霸權主義 因為美國這個霸權主義 關稅一壁雷出來 單邊主義的話 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都會受累的 所以大家都認清了這個事實 唯一能夠結合 能夠抗衡美國的 就是什麼 就是結合中心 大家都看得出來 所有的國家 歐盟看得出來 日本看得出來 韓國看得出來 所有的巴西 等等國家都看得出來 但是為什麼只有 台灣的蔡英文看不出來 人家結合中國大陸 來制約美國 你居然是呼籲全世界的人 來制約中國 這什麼腦袋啊 這個 這個我們不想生氣 但是我們必須把這個問題的 關鍵點出來 這種總統根本就不配當總統 我們也曾經厭惡陳水扁 陳水扁只是貪圖 貪圖的是小小的錢財問題 他是要危害整個國家 整個民主 2300萬人的將來的幸福 來戰鬥 來戰鬥 來戰鬥